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 在二月十日习近平现身北京 指导调研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根据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首先来到了朝阳区安征街道的安华里社区 了解基层一线疫情群方群控 居民生活必需品保障供应等情况 并且看望慰问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 新冠肺炎蔓延不仅不断向全球扩散 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 中国政府的举动可以说是备受外界关注 在二月三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表示 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同时呢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 也要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密切监测运行情况 聚焦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影响等等 而在二月五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当时他说患难见真情 中华民族是从艰难控苦中走过来的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狙击战 而同时中国中央应对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 在二月六日在会议上指出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坚决打赢疫情的防控阻击战 而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向外界表态表示 有信心打赢这场阻击战 在二月七日他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时就谈到了疫情问题 而事后川普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两人的对话非常良好 他表示习近平强大敏锐而且专心的领导抗疫工作 同时还表示习近平将会成功 尤其是到了天气变暖时病毒有望变弱然后消失 而就此次疫情中中国政府的做法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可以说是大家称谕 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二月十日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肺炎 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加强疫区防控有关工作 而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 在发言会上介绍道 现在数据表示武汉湖北全国治愈比例都有明显上升 全国的治愈比例是百分之八点二 而在一月二十七日这一数据为一点三个百分点 而湖北的治愈比例是百分之六点一 在一月二十九日为一点七个百分点 而武汉的治愈比例是六点二个百分点 这一数字在一月二十七日是百分之二点六 他介绍这说明全国各地医疗就职成果初步显现 同时随着对口医员力量的加强 采取更多措施增加床位供给 可以说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但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的反应也有很多的不同意见 此前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曾经刊发了题目是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文章 质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 当时中国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生气 方面正式回应称报道违背了客观事实 违背职业道德 同时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慨和谴责 在二月十日中国外交部还特别说出 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 但是期间华尔街日报方面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而中国外交部甚至表示 中国要保留对华尔街日报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而根据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 陈一新在二月八日已经赴武汉进行调研 他在微信群中强调要把当前贯彻落实总书记应收尽收的重要指示 作为首要目标 明确目标要求健全责任机制 一手抓鼓舞士气 一手抓严重问责 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和舆论引导工作 完善各项保障措施 争取抗议斗争胜利等等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陈一新在微信群中表示 回湖北武汉为湖北武汉人民办实事处理急事 这是我的责任 我相信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领舵 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有湖北武汉人民的团结奋斗 武汉一定能够夺取这场抗议斗争的胜利 生于一九五九年的陈一新长期在浙江从政 可以说是一位浙江系官员 他曾经与张德江习近平和赵洪柱三位前浙江省委书记都有交集 特别是在习近平任职期间 陈一新于二零三年七月被提拔为浙江省委副秘书长 后来又兼任了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从二零一二年开始至今的每一年陈一新都有职务上的调整 可以说是仕途相当的顺利 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他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下到地方 任金华市的市委书记 而二零一三年六月调燃了温州市委书记 并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集身浙江省委常委进省委副部级 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他任中央升改办专职副主任 而在二零一七年一月 陈一新与新湖北省委副书记以及武汉市委书记 在二零一八年三月 陈一新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秘书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陈一新曾经有五年时间在浙江省委办公室任党群政法处处长 近年来也多次以市委书记的身份来参与主导政法工作会议 而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至今 湖北省官方的应急和治理能力可以说是备受各方诟病 网上也有呼声要求中央派外省领导支援湖北 而饱受舆论抨击的红十字会 此前已率先出现了地震 多名党组成员分别被免职警告或者寄过 目前湖北的新冠疫情仍在持续 再次临危寿命重回武汉的陈一新 这次能否完成特殊使命 值得外界不断关注 随着武汉疫情的不断扩散 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疫情防控不利的种种传闻 不断传出中国网民的愤怒也可以说是到了高点 近日在中国的网易新闻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 可以说是意味深长 文章的题目是崇祯亡国的时候 所有人都等着他下令 崇祯为什么亡国就是因为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指示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指丧骂怀意义十分明显 但是在文章发布后不久 网易就删除了这篇文章 所以现在如果搜索标题并且打开文章链接的时候 在网易网上已经显示该也无法显示 但是有心的网友已经把文章的原文存留下来 在一些海外不受监管的媒体上还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就把文章的主要内容与各位网友一并分享 文章介绍说崇祯作为亡国之君是一个悲情人物 尤其是他在上眉山的时候还能回望京城大火 说一句苦舞民耳更是让后人唏嘘不已 加上清朝初期许多道行逆施的政策 各地的反清复明活动也一直持续不断 但是大多数要和崇祯扯上一点关系 可以说在清初的一段时间 崇祯的声誉反而越来越高了 崇祯有一个重大的特点 就是非常勤政 在明朝的皇帝里除了太祖孝宗之外 可以说就没有比崇祯更勤政的皇帝了 而且孝宗时期对革臣还是比较尊重的 也比较以众大臣辅佐 但是崇祯不同 崇祯时期虽然在制度上还是沿用了之前的内阁制 但是因为他很勤政 而且对革臣动辄就俯虐相加 所以内阁实际上形同虚设 在这个意义上崇祯时期的制度也是最接近朱元璋时期的 而官僚制发展到明朝已经非常成熟了 甚至在有些时期几乎处在无人驾驶的状态 但是他还是能够自己正常运行并且应对一些危机 最典型的就是武宗时期 武宗天性活泼好动比较爱玩 不怎么理朝政 甚至内阁大臣也见不了几次面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体系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 平定了当时波及整个中原腹地的叛乱 而官僚制差不多就是在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摇摆 一种极端状态就是武宗时期甚至万历 这种情况下皇帝几乎不管 但是官僚体制仍然能够正常运转 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 也就是说可以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正常运转 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被驯服之后的状态 也就是完全按照上级的命令形式 无论什么情况哪怕是天塌下来 也一定要按照规矩程序来运转 完全不理会现实的危机 朱元璋时期通过胡卫庸案就差不多让官僚体系变成了第二种状态 但是因为他杀伐果断精力充沛 所以实际上坚韧了宰相的功能 每天从天不亮就开始批阅文件到夜里很晚才睡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加上手下还有大量参与了创业过程的开国工程 所以能力还是足的运转起来也没有问题 他下发给各级官僚的任务也都能够完成 而崇祯面临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了 明朝的官僚体系经过万历末期和天启时期的混乱 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正是需要恢复还有培育元气 并且逐步消除党征 让整个官僚体系重新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但是崇祯登台之后却没有这个耐心 因为边疆的危机始终没有办法解决 而内部又很快出现了叛乱 所以崇祯始终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 也没有耐心来缓解危机 总是急于求成最后反而一事无成 也正是因为他在心理上的过分焦虑 让他在对待大成的态度上处在两个极端之间 很容易一见钟情 但是如果出现一点事物 又会完全失去信任甚至直接诛杀 所以崇祯一朝隔沉变化非常的频繁 该杀的杀该扁来扁 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只能顺着他说的人 或者干脆是不说话的人 以不犯错误为自己保固保禄的主要手段 也就没有人敢于认识了 而且在这种非常时期 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 一个独党方面的大臣在战争中不敢出现错误 只能赢不能输 就算是赢得再多 只要输一次就要被杀 最后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光了 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 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那种听话的人 所以他最后还说诸臣勿震 其实是执迷不误 始终没有理解 是他耽误了大臣 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如果在成平时期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是不大容易暴露出来的 但是所有人都进入寒蝉 唯恐出错的状态 一旦遭遇了突发危机 应对能力的短板就会非常明显 因为其他人都怕承担责任 所以并不独立判断 也不自己决策 而是逐级上报本该上级指示 上级没有指示 他就坚决不动 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最安全的 而这种逐级请示报告就会导致决策效率很低 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反应非常慢 什么事情都要慢一拍 而这种过度的权力集中导致一个很明显的后果 就是其他人都对整个体制失去了忠诚和认同 而只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的打工仔 反正江山是你的 好了是你的 坏了也是你的 那么新王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一旦被危机摧毁也是你的失败 整个官僚体系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也不会觉得对自己是多么大的损失 大不了敌人来了 我们投降就是了 这其实也是每个王朝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 对朝廷没有什么认同 对皇帝也无所谓忠诚不忠诚 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 只做上级交代的任务 上级没有指示 哪怕是再大的立国立民的好事 他也不会去做 因为在这种氛围下 如果谁这样做反而显得别有用心 容易成为忠实之地 而最后被其他人逆向淘汰 这也就是说王朝中期由盛转摔的时候 大臣的心态都是坐等出事 而在王朝末期官僚的普遍心态都是天下兴亡 官我屁事 另外呢在美国时间昨天晚上 第九十二届奥斯卡奖终于揭晓 韩国影片寄生宠斩获了大奖 而美国工厂获得了最佳纪录片长篇奖 韩国影片寄生宠连续厮杀 成为了当晚最大的赢家 不仅仅是韩国电影史上首次获得奥斯卡电影奖 也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外语片 美国当地时间二月九日晚 第九十二届奥斯卡颁奖里 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的都比剧院举行 本届奥斯卡毋庸置疑是迎来了大年 涌现了很多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高评分高票房的佳作 被称为亚洲之光 曾经已经强势势头在嘎那里压一众文艺片 获得金棕驴的韩国影片寄生虫 可以说是本次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最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 这不仅仅是韩国电影史上首次斩获奥斯卡奖 也是奥斯卡史上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外语电影 寄生虫讲述了两个原本相隔深远的家庭 却机缘小合的形成了寄生关系 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窝居在地下室 另一个家境优越生活在豪宅 通过展现两个家庭的交往 表现了社会阶级差异与流动映着现实 而导演本人更是立刻群雄 连好莲屋网式的导演昆廷也表示欣赏与赞叹 说他是我见到的导演中最有趣的一个 在最佳男女主角方面 杰坤菲尼克斯还有雷威齐威格 分别凭借小丑与朱迪问底拧地和引扣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